8月3日 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女子 平衡目决赛精彩上演 中国队包揽金银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 本届奥运会收获的第32枚金牌 此前 中国运动员管晨晨和唐倩敬分别以 第一第二晋级决赛 管晨晨的预赛得分甚至高达14.933分 远超其他选手 他们决赛最大的对手 是拥有四枚奥运金牌的美国选手拜尔斯 拜尔斯在女子体操界有着极强的统治力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资格赛上 24岁的他虽然状态有所下滑 但依然拿到了个人全能排名第一的成绩 并闯进四个单项决赛 但一波三折 体操女团决赛中 拜尔斯在第一轮跳马落地时出现失误 随后美国体操协会宣布 拜尔斯将退出女子个人体操全能决赛 原因是拜尔斯出于对自己心理健康的重视 在这之后 拜尔斯还退出了女子跳马 高低杠和自由体操单项决赛 但在8月2日 美国体操协会发布声明称 拜尔斯将恢复参赛 这样一来 管晨晨和唐倩竞就多了一名劲敌 今天的决赛 唐倩竞第二个出场 表现不错 顺利完成了整套动作 紧随他之后出场的是美国名将拜尔斯 拜尔斯这套动作难度非常高 但裁判给的完成分不高 得分牌在唐倩竞之后 而此后出场的管晨晨表现更为惊艳 得到全场最高分 最终 管晨晨获得女子体操平衡木冠军 为中国代表团获得本届奥运会收获的 第32枚金牌